公元前九十年,汉武帝命大臣太普为匈奴进犯此战预测,占得大国寡九五窑。汉武帝名为预测,实则是借太普之口,制造爱我大汉的舆论。太普告诉汉武帝,出兵必胜。汉武帝于是命令,结果汉武帝大舅子李广丽率七万大军出征,全军覆没,兵败燕燃山。李广丽投降匈奴。 大国寺说权位高之人就算有过人才智,刚必自用也会造成重大国师。大表示极端,由于九五窑词只用了无救无欲,也就是上位之人,用尽了力气,却得个无救无欲,本身就是个失败。典型的将帅无能,累死三军。